一看到吳怡農 婆媽蜂擁上前 搶合照 就算是站路口拜票 也要特地和來加油的民眾握手感謝 現在吳怡農不只要抓緊死忠支持者的心 還要突破同溫層 民進黨的政府也覺得不認同 所以我覺得他政見恐怕連同溫層都還沒有突破 相隔幾個路口 一早來汗血民請託的王鴻威持續進攻 尤其綠委何志偉跟進呼籲政府還稅渔民 讓王鴻威逮到機會 應該還稅渔民直接發現金 發還給人民他們大家應得的錢 吳怡農先生一直在批評我是空洞 甚至說我是謾罵或者我是口水 那當我的環稅移民都可以得到 民進黨的立委的支持的時候 這當然就使得吳怡農之前 他對我的攻擊不攻自破 對手炮國猛烈 也讓吳怡農的支持者召集了 建議他找賴欣德輔選召喚基本盤 賴副總統對我們的選情也非常的關心 後續的這個行程的安排 一旦確認一定跟各位報告 他的競選政策我個人都尊重 選戰剩下兩個星期 吳怡農要找大咖助政 也得嚴防自家人扯後退 進行後新宵宇志十六尾採訪報道 大咖進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